我在這個地方也講一個實際的故事 給大家互相勉勵 這是真實的事情 這個是有關於一個 好萊塢的一個國際隱形的真實奮鬥故事 這個人他是一個美國籍的伊朗人 他是伊朗 後來他在美國出生 但是他是出生在一個美國的一個 貧民窟 一個卑賤的家庭 他的父親整天是喝酒的 他的母親一天到晚賭博 兩個父母親脾氣非常暴躁 動不動就是又打又罵 所以這個小孩他從小在一個非常貧賤 而且不正常的家庭中長大 當然他心裡面累積很多負面的情緒 在這種情況之下他當然就顯著自暴自棄 隨順他過去是一個什麼業力 就跟著業力而走 他別不選擇 那麼他到高一的時候就載學了 就放棄協業了 整天跟那些很多年輕人 無業遊民到處玩樂 後來到二十歲的時候 有一天他突然間一覺醒過來 他有一個很強烈的感覺 他告訴他自己 我現在的生命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我繼續的這樣子的過下去 那我如果這樣子過下去 我的父親母親現在的情況就是我的未來 第二個我必須 你定一個新的目標 重新去開創我的生命 他現在面臨兩個選擇 後來他覺得他應該做出努力 他知道很多人 因為身體的殘障 切手切腳都能夠開創出成功 為什麼我四肢既健全 我不能做出努力呢 來改造我的過去的力量呢 就離開這個家庭 那麼他就想說我要做什麼 他第一個沒有協力 找工作沒辦法 他也沒有錢 不能做生意 那麼他想一想 既然沒有人力 就找出他自己的興趣 菩薩在成就功德啊 一定要先成就自己有興趣的 先成就第一個功德 給自己有信心 他覺得他對表演啊 演藝工作很有興趣 他這個時候就去海羅屋印證 但是他先天有一個切線 他嘴巴是歪一邊的 歪得很嚴重 那麼所有的導演跟他面試以後 都說不可能 你這個嘴巴歪一邊的 你不可能做演員 不可能 那麼他所有的面試都被拒絕了 但這個人沒有放棄 他說好 我不能做導演 那我就去好萊塢公司掃廁所 掃廁所 你這個導演怎麼去上廁所 我就有機會跟他們接觸 建立一個關係 那麼他就去好萊塢公司 就是印證一個掃廁所的 白天掃廁所 晚上去垃圾堆裡面找一個破舊的車子 就住在那個破舊的車子裡面 然後他就一方面說我要做演員啊 我自己要好好的先編劇 編一個劇本讓自己在演 那麼他就把所有世界上的那些 好的劇本都晚上好好研究 點一個小燈泡 把這些劇本好好研究 他自己就開始寫一個 一個人怎麼奮鬥的一個劇本 那麼在當中呢 他在掃廁所掃了三年 他只要看到有電影公司的人員進來 就把這個劇本給他看 他寫得不錯 他說那你這個劇本可以賣給我嗎 他說我不賣 我一個條件 我必須做這個劇本因為男主角 所有的導演說不可以 你嘴巴歪邊不可能 你今生不可能做演員 他說你最好趁早放棄這個希望 那麼他在掃廁所的過程當中 每一次都把劇本拿去給電影公司都遭到拒絕 他在三年當中被拒絕了一千三百七十五次 他曾經要放棄他的努力 但是他告訴他自己 如果我放棄了這個目標 我生命就沒有存在價值 我未來的生命就像我父母親現在的情況 我就是一個行私走路 那倒不如去死亡算 所以他告訴他自己 他生命當中只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達成目標 第二個 自殺死亡 所以他有這種必死的決心以後 後來在一切法的逆境 最怕你下定決心 生命的環境 你下定決心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就會改變 就在一千三百七十六次的時候 他遇到一個導演 來上廁所 他把劇本給他看 這個導演說 你這個劇本寫得太感動 我願意用三萬五千塊 把你的劇本買下來 三萬五千塊 三萬五千塊對他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誘惑 他還可以放棄他的目標 他就 追求這個小小的功德就不錯了 三萬五千塊一百多萬台幣 他可以生活很多的改善 但是他內心當中 無錫足精進 他說我不要一塊錢 我一定要做這裡面的男主角 結果他的真誠感動這個導演 導演就讓他拍這部戲 結果一拍下來 創造了美國票房的奇蹟 這個人是誰 就是史惠斯·史特隆 那麼他演的第一部片就是洛基人 他後來的片酬一片是兩千萬美金 好 我們可以回顧這個人的人生的混鬥 我們經常會把自己的挫敗歸咎於因言如此 反正我就是這種更新 你要我們怎麼辦 我們不會去檢討自己沒有做努力 這是我們一般人一個最大的問題 其實生命可以透過你的努力做很大的改變 為什麼呢 因為一切法的本性是空的 也就是說 當我們在精進的時候你要相信一件事情 事在人為 雖然我們前面 因為我們過去的罪業 會陷出很多如夢如放的煩惱障 業障 暴障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一個事實 這些障礙最怕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堅持 有時候我自己在離另一個目標的時候 我在修加醒的時候 我有一種感覺 諸位可能也會有這種感覺 你筋疲力盡的時候 其實在障礙你的煩惱 他也筋疲力盡 你說煩惱在障礙我 其實對方也筋疲力盡 那麼這個時候誰能夠戰勝對方 就是誰堅持到最後一分鐘 其實我們在過去的修行當中 很多都是差一點點就成功 結果你放棄了 所以這個地方佛多告訴我們 無怯弱精進 無退轉精進 無喜足精進 你相信事在人為 你只要努力 所有的功德都可以成就 這個地方是一個很重要的心態